Loving Family 真爱在我家 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真爱在我家 Loving Family 我是金培文 这个节目是由台北基督之家 天生传播协会和佳音广播电台联合为您播出的 我们同时在罗东的Love Radio FM90.9 我们的时间从原来的晚上9点05分到10点 我们从9月份开始改成晚上的5点05分到6点 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也请罗东宜兰地区的朋友们 大家告诉大家 我们Loving Family的时间改到下午的5点05分到6点播出了 现在小朋友大部分都已经开学了 陆陆续续开学了 那我相信有很多的孩子他是从幼儿园要升到小学一年级 也有小学二年级的朋友要升到小学三年级 因为每一个年级的转换都会重新编班 有的学校是这样的 那有的学校是没有编班的 是一路一年级交到六年级都是同一个班级 但是据我所知大部分的学校在低年级的一二年级的时候 到三四年级会再重新编班 所以很可能二年级的小朋友他升到三年级了 他必须适应一个新的中年级的班 同样的四年级的小朋友他现在升到五年级了 他也重新编班要适应一个新的五年级的编班 可能那个当中就有一些需要认识一些新朋友 那有的孩子他们比较害羞比较内向 就有一种那种怕生的感觉 或者是分离焦虑症 我觉得说到焦虑症就有点严重了 但是事实上有的孩子是从小就是怕陌生怕新鲜的 一直到读大学还是有这样 在我自己牧羊的教会当中 我有一个大学生他真的每一次换一个新的年级 他就会害羞怕生 等到好不容易熟了 混到三年级熟了 他又要转班了 那从我们的高中组他要转到大专组 然后大专组他好不容易四年级熟了 今年他要毕业了 他有一种焦虑 他说我毕业了 我要到社会去做社会新鲜人 他开始有点焦虑 因为他害怕新的事物 他害怕跟他熟悉的朋友 学校熟悉的环境分离 所以一直到从小到大 他一直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分离焦虑这个话题 那可能你家里有小baby 你必须要上班 你是上班族 是双心的父母亲 你必须很小就把孩子送去幼儿园 那去给幼儿园的老师们帮忙照顾 所以很小的时候 孩子就必须面临焦虑 分离焦虑 然后再长大一点 好不容易熟悉的幼儿园 他要换学校了 他要进到小学去 所以我们要怎样来帮助孩子 减轻他的幼儿焦虑的状况呢 那或者是即使有焦虑 我们怎么来帮助他很快的度过 这个幼儿焦虑的状况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谈焦虑这个话题 今天这个单元是周四的 loving little ones 所以我们重点是放在幼儿的焦虑 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Allelu, Alleluia Seeking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Shall be added unto you Allelu, Alleluia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Shall be added unto you Allelu, Alleluia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Shall be added unto you Allelu, Alleluia Alleluia And all these things 我们要跟大家来谈谈 焦虑 分离的焦虑 我想大部分的家长 早上赶着要去上班 如果你的小孩是送到幼儿园的 或者说到托儿所的 那么如果小孩子不肯离开爸爸妈妈而大哭大闹 那总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头痛 因为我们要赶上班了 来不及了 可是他知道我们马上就要把他送去托儿所了 或幼稚园 他就会有一种舍不得的开始忧愁的 我记得我的老二小的时候 他就是可能跟个性有关 他就是有那种分离焦虑症 我把他早上从床上叫起来 其实他是中班才去上幼稚园 而且那时候我是全职妈妈 我只是让他早上去适应一下团体生活 早上把他挖起来 他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给你来一个送君千里的那种情景 他就一直哭 从叫他起床开始 他就开始哭说 我不要上学 我不要上学 然后就把他叫起来 你必须要上学 那你要去适应 那因为那时候我是全职妈妈 所以有时候他真的哭哭不上学 我就让他今天可以休息 明天讲好 明天就要去咯 我让他慢慢的适应 有时候他好不容易适应了 他上了娃娃车 娃娃车来了 我到楼下去 看着他送上娃娃车 他在娃娃车里面 就坐在窗户旁边 对着我一直哭一直哭 跟我招手拜拜 那有的时候 弄到我也心慌慌 那时候还是年轻的妈妈 我相信很多妈妈 有这个经验 我就偷偷到幼儿园 到那时候叫幼稚园 去偷看他上学 然后在窗边 看看他在干嘛 这时候呢 我绝对不能让他看到 我在看他 否则他就会冲向我 所以我就看到他 他坐在那边 就是很委屈的 眼泪汪汪的 不过大概适应了 他比较适应慢 大概适应了 两个礼拜 他才OK 马上交了很多的朋友 那老大就不一样 我们老大送去幼儿园 他非常的坚定 因为他是老大 其实他比老二还怕神 但是他不善于表达 他不会表达出来 所以他就会忍住 他去上幼儿园 就一脸啪啪的样子 可是他不会哭出来 他就乖乖的 他知道妈妈又讲好 要去上幼儿园了 所以我送他去 他就慢慢慢慢 就从紧绷的脸 到慢慢就适应了 他比较没有像弟弟那样哭 可能是因为送去的年龄不同 因为我们家的弟弟是中班的时候送去 那哥哥是大班的才送去 所以我那时候年轻不懂 现在稍微懂一点 才晓得说 其实中班的孩子 他对于分离的焦虑 他还不会处理 他还不会自我控制他的情绪 所以他难免就会这样子哭 那到了大班的时候 他比较能够处理了 因为他开始在大班以前 他已经接触到很多的 很多的邻居的小朋友 会有时候带他去教会 跟教会小朋友一起玩 有时候会把他们 托给教会的弟兄姐妹 然后我自己去服侍 所以他已经适应这样生活 所以当然他到大班的时候 比较容易来适应 所以跟每一个孩子的 个性跟状况不同 所以那个分离的焦虑的状况 就会长或短 其实呢 小朋友早上分离前的哭闹 有很多种层次 所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我们看看你小孩 是不是这种状况 第一种层次呢 第一类的孩子是 第一次念幼稚园的小孩 第一次离开家 甚至之前就是整天 24小时的跟在妈妈身旁的孩子 那这样子孩子呢 就比较容易有分离的焦虑症 那我记得以前 在我的教会的儿童主义学里面 就碰到有不同层次的小孩 我碰到一个层次 就是第一次进到 我们主义学的幼儿班 然后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 因为他每一次都是妈妈全职 妈妈照顾他的 所以他就一直哭一直哭 通常我们都是鼓励爸爸妈妈说 你可以陪他几次 让他适应 事先告诉他说 你必须乖乖在这边上幼儿园 妈妈在外面 随时可以看着你的 上幼稚版 所以这是第一类的孩子 他是比较舍不得离开妈妈的 因为他在上幼儿园之前 他是24小时都跟着妈妈 从来没有跟妈妈分开过 在2015年商周杂志 曾经也看了一篇有关焦虑的小孩子 我们要怎么帮助他 他特别提到了 以色列的爸爸妈妈 是怎么来处理儿童的焦虑的 他说以色列的幼教 做得非常的好 那妈妈一放完生产的假 就有地方可以脱婴 也就是宝宝从三个半月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上学 在实际上 我们可以看到 通常越慢开始上学的小孩 他越慢离开妈妈的小孩 通常适应器就会拉得很长 那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这类的小孩会有严重的分离的焦虑 我们可以理解的 毕竟在之前在妈妈的怀抱里 或是亲人照顾下 突然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就算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好玩的好 可以跟他一起玩的玩伴 好多好玩的玩具 有舒适的环境 但是他跟主要的照顾者分离的时候 他是非常害怕跟焦虑的 这是第一种的孩子 我们建议第一次上幼稚园的小朋友 或第一次上小学的 我们建议父母能够陪读 对于第一次离家念书的小孩子 不管是几个月几岁大 如果我们能够陪他们 可以降低他们的焦虑 陪读的时间短则两三天 长则两周到三周 还要看小孩适应的能力而定 通常第一天陪半天 父母就陪着小孩子来 跟着小孩子一起离开 接着第二天开始 父母可以在小孩感兴趣的 活动的时间离开 之后再回来 然后渐渐延长父母离开的时间 直到父母可以在早上 将小孩送到幼稚园就离开 下课时再接小孩子回家 那这个是一个方法 那同时我建议父母亲 事先都要跟孩子做心理建设 在要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或者是幼稚园 或者是小学之前呢 就先要带他来看环境 认识环境 认识学校的老师 认识他将来要上课的教室 甚至在那个教室里面待一阵子 跟老师讲讲话 在那个空间里待一阵子 他先适应 那是还未正式送去幼儿园 或者是送去小学之前 父母可以先做这个动作 让他先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当他适应了以后呢 你告诉他说 9月1号 或者9月10号开始 你就要正式去上那个学校了 哇好兴奋哦 要告诉他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哇你长大了哦 你可以自己在那边 认识好多的小朋友 可以在那边跟老师一起 老师会教你好多的事情 可以跟很多小朋友一起玩耍 不像在家里 你只有一个人多孤单 那你去那里 可以有很多的朋友 老师会教你 很多有趣的事情 学到很多的事情 你会变成很聪明的小孩 等等视线都告诉他说 送到幼儿园 他会将面对的一些事情 千万不要在他不知道的状况 就突然间把他送去那里 然后他就会非常强烈的焦虑 就会表现出来 分离焦虑是自然的身心的发展 所以爸爸妈妈要用平常心来对待 有的时候父母亲看到孩子 分离焦虑在哭 爸爸妈妈也跟着哭 一面哭一面跟孩子挥别 孩子也哭了很伤心 如果是很小的宝宝 进入拖儿拖婴松心 可能刚开始他没有这种分离焦虑 你觉得我的孩子很好 可是到小孩长到八个月大 或者到一岁两个月大的时候 他开始就有那种分离焦虑了 你不要说他以前都不会 现在怎么会 不用着急 那我要恭喜你 因为你的孩子长大了 他开始会认人了 开始知道什么叫做离别 就像就是过去这礼拜天 我们本来有一个小孩子一岁半 他每一次爸爸妈妈要到楼上去教课 我们在教会中有开那个成长课程 爸爸妈妈去教课的时候 他就把孩子会托给下面一个 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带 那刚开始他不会哭的 可是这个礼拜天 他特别哭得上心 他一直哭 哭到快一个钟头 最后是哭累了才睡着了 那这个带他的阿姨就问我 所以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说因为他长大了 他开始会认人了 之前不太会认人 可是一个月一个月长大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离不开妈妈 他也舍不得妈妈 所以他才慢慢适应 学习跟爸爸妈妈分离 有的时候呢 跟爸爸分一下 那爸爸妈妈告诉他说 我马上就会回来 让他知道不是永远分离 爸爸妈妈也要守信用 到的时候就要回来 父母要用平稳的情绪跟孩子道别 你不要自己也慌张 也在哭了 那两个一起焦虑 那就没辙了 所以父母也要一个平静的心 笑蜜蜜跟他说 我马上就回来 亲亲他抱抱他 然后就离开 好 我们先请一段音乐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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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状况就会现出来了 所以不用紧张 这是正常的 那有一些状况是 孩子已经适应了 这个幼儿园的生活 或者是幼儿园的生活 突然呢 他就开始有一个分离的焦虑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找出原因 很多时候是临时性的原因 包括他前一年晚上没睡好 或者前一年晚上 跟爸爸妈妈的互动太多了 太兴奋了 或者家里有变动 比如说爸爸妈妈出差 不在身旁 或者有客人住在家里面 或者是身体不舒服 很多时候是生病的前兆 他会他说不上来 可是他就是不舒服 他就会哭闹 不想去上学 那感受到父母的焦虑 跟坏的心情 有时候早上肚子太饿 我们只要观察一下 就会知道幼儿的情绪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那这些又让幼儿 感到不安全的变动 最好处理方式 是有个柔性 不着急的分离 到了幼稚园之前 先跟小孩子谈到 幼稚园有什么好玩的事 今天有什么 有趣的事情要做呢 然后到了幼稚园的时候 坐下来 好好亲亲孩子 跟孩子说说 你好好享受吧 爸爸妈妈下班就来接你 不要太快的 像以前一样 遇到幼儿园就把他交给幼稚园的老师 因为他今天情绪不好 他今天特别显出突然的分离的焦虑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状况下 有给他一些安抚 到他稍微平静的时候 我们在保证他说 今天我一定会来接你的 千万不要向你的小孩子失去信用 如果你一次说要来却没有来 两次说来没有来 孩子焦虑会更大 他不愿意分开跟你分开 因为他不知道你今天会不会守信用来接他 所以父母双方一定要协调好 今天父亲不能接就母亲来接 那甚至家里如果有爷爷奶奶可以帮忙的 是一个很棒的很棒的一个资源 让爷爷奶奶轮流接 那让孩子心里先有预备说 知道今天放学是谁来接他 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呢 千万不要做一些事情呢 增加孩子的分离焦虑 比如说你不要跟小孩子说 我也舍不得你上学啊 如果做父母的自己不愿意小孩去幼儿园 小孩感受到父母的情绪 自然会跟着不愿意分离 不要跟小孩说再见 又一直回头去偷看他 又去找他 这些父母总是在小孩第一次和平说再见以后呢 找尽理由回头去找小 叫小孩子 直到小孩受不了多次道别而哭 这让我想起 想到好像那个梁三伯跟朱英台 对不对 那个对唱戏 然后什么几次分别 几次分别哭啊 哭断了那个桥 那舍不得 不需要 当你跟孩子说再见了 就再见了 就跟他说再见了 然后就不要再回头 叫不要回头 一直舍不得 舍不得 然后就是十八相送 那当然 你离开之前 你不可以不跟孩子讲 有的爸爸妈妈怕孩子哭 所以就把小孩交在老师或保姆的手里面 然后趁小孩在专注玩别的游戏 或跟其他小朋友玩的时候 爸爸妈就突然跑走了 就不见了 然后等到小孩回头看不到爸妈妈 他就大哭哭不停 我就有碰到这样的孩子 那我们教会主日学是 三岁的小孩可以进到我们的幼稚班的 那有妈妈就把小孩子送来 那当然他事先有告诉他的孩子 我要送到幼稚班来 也陪了他几次 可是这个孩子每次哭 每次哭 妈妈就受不了了 妈妈就做了一个决定 然后他把孩子交给那个幼稚园 他信任的老师的时候 然后他就趁机就溜走了 溜走了以后 孩子一个钟头等不到 就是没有看到妈妈 就一直哭哭不停 造成他每一次妈妈把他送来 我们的主日学幼稚班的时候 他就只要一手跟妈妈分开 他就一直哭一直哭 就一直黏着妈妈 因为他不相信妈妈 上次的经验是妈妈把他送来 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溜走了 所以今天他就是黏着妈妈 不肯放妈妈的手 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你要训练孩子 你要告诉他 等一下妈妈就会要去 把你送到这边 妈妈要去上班 或者妈妈要去做其他的事情 然后你跟这个老师去 妈妈很快就会回来 然后就很坚定的 温柔的看着他 轻轻他的二头 拥抱他一下 然后就把他的手交给老师 之后看着他 很坚定的温柔的 跟他说再见 这时候孩子一定会哭 你就要笑笑的告诉他说 拜拜 我会来接你的就这样子离开他了 几次以后他知道他这样赖皮是无效的 因为因为妈妈一定会把我送到这里的 而不是那种十八相送 或者是未经告知就偷偷的离开 这个都是不正确的方法 反而加增他的分离焦虑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父母亲你要信赖 你把小孩子拖去的这个幼儿园 或者是幼稚园 或者是小学 你要信赖这个学校 你要信赖这个老师 你要信赖这个保姆 若是你对幼稚园的环境 或老师觉得不放心 不信赖 就算你没有说出来 你没有跟孩子在面前 在孩子面前批评 可是你知道你的情绪 你的一些表情 你知道孩子的天性是非常敏感的 他们是很敏锐的 他们也会感受到 父母对这个幼儿园有点不放心 或对着老师有点不放心 而造成他里面 自然就有一种分离的焦虑出来 孩子的灵是非常敏锐的 即使你没有说出来 你也不会在孩子面前 来批评这个老师或幼儿园 可是你带孩子去的时候 你跟孩子说话的过程当中 跟老师说话的当中 对学校的信任度 难免会有一点透露 那孩子虽然不会表达 但是他敏锐的心 他比大人还要敏感的心 他就知道说 妈妈对老师有意见 对学校有意见 所以他也说不上来 他就更对你所托他去的 这个幼稚园学校 或者是保姆 也会产生焦虑 这点是做父母要特别注意的 所以父母你要建立起 对于你所托父的 把孩子托去的这个幼儿园或学校 要对他的这个学校 要产生一个信任感 你既然把孩子送去 你就要信任这个学校 信任这个老师 我看到一篇文章报导 就是说在以色列这个国家 那幼儿园的是 这个园方呢 会获得父母信赖的方式 就是让父母来陪读 随时可以到园方来拜访小孩子 他是开放式的 让父母亲眼看到幼儿园 跟学校的作息跟活动的方式 老师带着小孩的方式 这是那个以色列的一个一个做法 那我相信我们现在很多的幼儿园 也是是开放式的 让父母亲随时欢迎他们来参观 带孩子的方式 那我们真的也要慎选 我们把孩子托父的托儿所幼儿园 我们我相信很多父母都非常的紧张 我们常常看到电视有报道 有的真是不合格的幼儿园的 那些老师对待幼儿的方法 用打骂的啦 或者是用虐待的 我们难免会有点寒心说 那我怎么放心 把我的孩子送去幼儿园呢 所以我就建议你们 如果多跟左林右舍探听一下资讯 那么其实到有立案的幼稚园幼儿园 是比较放心的 我建议爸爸妈妈再怎么忙 若是可能建议你 如果你真的对这个学校的教育 对小孩子照顾不太放心 我建议你利用上班时间 中间休息的时间 就回过头来观察一下 来看一下 让你可以放心 不要把小孩子一早送去了幼儿园 然后晚上才去接他 然后中间他在学校做什么 你统统都不知道 这样子你没有办法跟学校有一些联系 晚上黄昏把小孩接回家的时候 常常去问问他 今天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做了些什么事 可以从孩子的回答的当中 你略略知道这个幼儿园在做些什么 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 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吧 我们等一下来继续谈焦虑这个话题 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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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ve out I stand All other ground is sinking sand All other ground is sinking sand His oath, His covenant, His blood Support me in the whelming flood When all around my soul gives way He then is all my hope and stay On Christ the solid rock I stand All other ground is sinking sand All other ground is sinking sand When He shall come with trumpet sound Oh may I then in Him be found Just in His righteousness alone All blessed to stand before the throne On Christ the solid rock I stand All other ground is sinking sand All other ground is sinking sand 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 珍爱在我家 我是金培文 这个节目是由台北基督之家 天生传播协会和佳音广播电台 联合为您制作的 我们今天的但愿是 Lovying Little Ones 跟大家来谈谈分离焦虑 特别现在正在开学的时间 孩子们你可能把他送去幼儿园 或者是上小学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孩子 让他的焦虑减到最轻呢 那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不知道最近在网络上 满爆红的 有一位叫做天才领袖教育中心的 一个儿童发展医学专家 叫做王洪泽 一个帅哥 他在脸书上 常常就会分享一个短短的影片 若是你常上脸书 你会看到王洪泽 他一些的教导 一些父母亲的一些方法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那我看到王洪泽 他在天才领袖教育中心的网站上面 分享到有一篇讲到 也是跟我们今天同样的话题 就是孩子的焦虑 他提到孩子到幼儿园 就是哭会有焦虑呢 大致上是有下面几个原因的 那我念给大家听 那第一个呢 他说天生情绪 气质比较退缩 以及内向的孩子 会比较害羞 会哭 比较会有焦虑 就像我提到我们老二 他就比较焦虑 所以他哭了一个礼拜 然后呢 还有感受不到学校 是一个好玩有趣的地方 他觉得很无聊 那再来呢 他说 把注意力放在上学 就是被规范 因为他在家里 爸爸妈妈可能对他没有什么规范 当他上到幼儿园 说发现学校规定 吃饭的时候要怎么做 碗筷要怎么摆 然后呢 要去洗手 然后玩游戏的时候 要排队等等等等 因为他可能在家里是一个人 要怎么玩就怎么玩 可是到了幼儿园的时候 他必须要排队 所以他不能适应 觉得被规范 还有呢 就是自治能力 自理的能力比较差 在家里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可是到了学校来呢 幼儿园呢 就有很多的规矩 他觉得没有办法跟上团队 所以他就干脆不要玩了 那我看到有的孩子 就是这样在团队中 当大家都排队 要去溜滑梯啦 要去玩一些的器材的时候 他总是不要 他就是坐在角落里面 为什么 他觉得很麻烦 还要去排队 还有的孩子呢 他从来没有懂得 什么叫排队 什么叫做让 所以他去上幼儿园的时候 可能他就去挤别人 去推别人 然后就发生争执 然后他就不快乐 因为总觉得 我要的时候都没有 都要排队 他就生气 他就不适应这个幼儿园 以致他对幼儿园有焦虑 这都是跟家庭的教育 有关系的 还有一些孩子是 口语或者是游戏能力 比较弱 他不太会表达 或者是 他不善于跟人家 一起玩游戏 他也会产生焦虑 还有呢 交不到朋友 因为他很害羞 他不会主动 去跟人家讲话 当别人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都不作声 当然就交不到朋友 那越交不到朋友 他就越焦虑 我们王洪哲老师 有几个对于处理 孩子幼儿园分离的焦虑 和适应的方法 那我可以跟听众朋友 来分享 第一个呢 他建议为上课做准备 分步骤进行 可以降低分离焦虑的问题 怎么做呢 就是找玩伴 先跟其他的孩子 做一些简单的互动 提醒孩子 我们是去玩 不要强调是去上学 那规律的参加 小团体的游戏 或者是共学的课程 事先可以在上 幼稚园以前先陪伴孩子 上一些 共同的团体的游戏课程 和认识的玩伴 或朋友一起上学 邻居啊 或者表哥表妹啊 我们一起 他也会觉得不孤单 因为至少有认识的朋友 还有我们从小就教导孩子 有更多的跟孩子学习 分享的功课 从小就教导孩子 什么叫做分享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独子 常常不懂得分享 所以在孩子上 幼儿以前 父母亲要先好 先做好心理准备 有的时候请邻居的小孩 来家里玩 或者带孩子去公园散步的时候 有时候学会跟其他的孩子 有一些互动 有一些分享 好预备他进到幼儿园 去跟其他人相处 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中 曾经有分享 怎么教导孩子 从小学会分享 那如果有兴趣 可以点阅到我们过去 嘉音广播电台 LovelyFam的节目 那你找到keywords 想到分享 你可以找到我们曾经 有讲过这一集 或者未来的节目 我还会再分享 如何教导孩子分享 然后帮助孩子找到 气质相同的同学一起玩 那有的比较暴力的孩子 他就很怕 因为有的孩子就是 特别好动 特别活泼 那如果比较文静 比较安静 文假的孩子 就不敢跟他玩 那我们陪伴他 帮助他找他 跟他气质相同的朋友 一起来玩耍 那提醒孩子呢 要注意观察 学校有些什么好玩的地方 那在妈妈的陪同下 试读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 试着读 陪他一天半天 陪他个几天 那在正式进到幼儿园之前 我们先帮助他进到幼儿区 上几天的试读班 都是可以的 那渐渐的 渐进式的让孩子独立 整天可以上幼儿园的课程 那第二点 他建立分离焦虑的孩子 可以让孩子去上课的时候 能够带自己喜欢的娃娃 或者物品来维持他心情的稳定 事先我们让老师设法跟小孩子 建立情感和安慰 我相信幼儿园老师 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他知道怎么样来 跟你的孩子建立关系 等他慢慢跟老师熟了 对老师有信任的 他就慢慢减少哭闹的情绪 慢慢就会 焦虑就会减轻了 尽量不要 让孩子是在放学以后 是最后离开学校的 他会感到同学都走光了 只剩下他留在教室里面 他是最后的一个两个 他会感到不安的 还有家长要多跟老师沟通 提供小孩子的兴趣喜好 和他的个性 让老师能够了解你的孩子 能够因材私教 然后可以帮助孩子 很快的适应环境 第四个 我们王老师建议 上课容易挫折的孩子 父母每天向老师 了解孩子在学校的 进步的表现 只要有一些微的进步 都可以提出来鼓励 和孩子分享上课的经验 然后讨论上幼儿园 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训练小孩子的生活 治理的能力 比如说吃饭 上厕所 避免孩子 在学校里面 这些事情处理的不好 被其他的孩子取笑 造成他的挫折感 所以这个都是父母亲 要把孩子送去幼儿园 事先都要做好的预备 我们讲到孩子的分离焦虑 其实做父母的 也是有分离焦虑的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场景 孩子哭 妈妈也哭 所以妈妈们 爸爸们 你真的要训练孩子 跟你分开 去上幼儿园的时候 你自己也要做好心理预备 因此当你发现自己出现 有相关的这种焦虑的状况 给你一些建议 你的心理健康 对于孩子的发展 是具有相当有影响力的 因此你自己经营你的生活 很重要 照时间跟朋友 共进午餐 或者是下午茶 逛街 或者是跟丈夫约会 尝试分离的时候 可以有短暂的20分钟 开始练习 有的时候把孩子 拖给别人照顾一下 然后你出去 跟你的好朋友约一下会 然后再回来 刚开始从半小时 一个小时 慢慢拉长 你在那个当中 也学习跟你的孩子分离 因为虽然我们说 幼儿有分离焦虑 其实妈妈们 你也是 如果你一直是 是唯一的照顾者的时候 这时候要把小孩子 送到幼儿园 对你来说 也是有一种焦虑 然后所以你在之前 做好心理预备 也要适应 孩子跟你分离的状况 那你要信任那些 帮忙你照顾的人 你不认识你将要 把孩子交给保姆 或家中的朋友 另外一个任何一个家人 你都要保留一段 是你跟孩子 及要帮忙照顾的人 一段相处的时间 也就是说你跟你的孩子 跟家要照顾你孩子的 那个人 你们彼此一起 一起相处一段时间 然后慢慢彼此信任了 你离开的时候 你的焦虑就会相对 会减少了 最后一个我要提醒的 也就是刚刚前面 我提过的 当你把孩子 送去幼儿园的时候 你要跟孩子 说完再见以后 就应该迅速离开现场 不要一直表现出 依依不舍的样子 这样不仅影响到 你自己的感受 也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 两个人都不会愉快地 享受分开的时光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 必须上班的妈妈 你必须把小孩子 送去给幼儿园 送给别人照顾 那你要提醒自己 不论做什么决定 你都不应该觉得是内疚的 因为你是有价值的 你需要充电的时间 你需要有自己的时间 你会让自己过得更好 你的孩子就会更好 所以暂时的分离 是必须的 暂时的分离 是让你们彼此都是 学会独立 彼此学会在自己的成长空间中 有一段时间 然后之后下班 你还是可以见面的 所以绝对不要有内疚感 当你有内疚感 让孩子去幼儿园的时候 其实对孩子教养是不好的 他会掌控你 那你的罪恶感 就一天天的加深 他会利用你的罪恶感 所以不要认为 这是你对不起他 你是很棒的 你是有价值的 你做得很好 加油 我们这一段音乐 就进到我们爱的小雨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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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 glad you came to save us You came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show the way From the earth to the cross My death to save From the cross to the grave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ove to sing your praises I'm so glad you're in my life I'm so glad you came to save us You came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show the way From the earth to the cross My death to save From the cross to the grave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You came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show the way From the earth to the cross My death to save From the cross to the grave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You came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show the way From the earth to the cross My death to save From the cross to the grave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You came from heaven to earth To show the way From the earth to the cross My death to save From the cross to the grave From the grave to the sky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Love in family 愛的小雨 這裡是江音廣播電台 FM90.9 現在為您播出 Love in family 今天我們 Love in little ones 到最後 愛的小雨 今天跟大家來談到 分離的焦慮 我們前面大部分的時間 都談到孩子們跟媽媽的 跟照顧者的分離的焦慮 你的孩子進到幼兒園 或者是一個新的開始 難免會有焦慮的 每個孩子的氣質不同 有的人焦慮的時間比較長 有的孩子焦慮的比較短 有的孩子根本沒有焦慮 你不要比較 因為這是上帝 給每個孩子不同的特質 如果你碰到一個特質 是很會焦慮的 就事先做預備的時間 預備期就長一點 早一點的預備 我相信你看到 你的孩子容易焦慮 不是只有送到幼兒園 才發現 那麼可能在你 撫養他的過去這一年兩年 甚至三年的當中 你會越來越知道你的孩子 是不是他的氣質是什麼 所以當你要準備 把他分離去上幼兒園的 全天拖的時候 你要事先做好預備 就是在我們節目中分享的 先帶他去看這個地方 認識老師 認識那個環境 當然我剛剛在前一段 特別講到媽媽爸爸 是不是也有分離焦慮症呢 所以我們成年人 應該比較容易會隱藏我們的情緒 不會在孩子面前表達出來 這點很重要 所以爸爸媽媽 如果你真的也有分離焦慮症 你要學會克制你自己 你絕對不要在孩子面前露出 我也捨不得你啊 白斑的捨不得 不需要這樣 有的是孩子早就跑去玩了 媽媽還在那邊偷哭捨不得 這也是跟媽媽爸爸的氣質有關 所以也不要自責說我為什麼是這樣子的 你也可以事先做好預備的 當你準備做了一個決定 要把孩子送到幼兒園去 你做一個上班族的媽媽的時候 你心裡就篤定說 我是為了孩子的好 所以我做這樣的決定 你絕對不要給自己帶來壓力 所以自己找一些山盆好友去聊一聊 聽聽別人的經驗 你會寬鬆的很多 你知道你把孩子送到幼兒園 也是為了他的好 讓家裡經濟能夠更好 讓我們的孩子有一個好的學習的環境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不需要來焦慮 不需要有憂慮感 多找一些好朋友 有的時候也給自己留一些空間 請一個休假去喝一個下午茶 自己到外面去走走 散一散步 給自己有自己的空間 邊散步 邊想一些事情可以調整你的心的 讓你可以放心 然後帶著一個快樂的笑臉 一個開心的態度去迎接你的孩子放學回家 你一定要有這樣子的心 我自己是一個很會調整我自己時間的人 有的時候 我反而喜歡我一個人出去散步 有時候我會自己跑到漁人碼頭去看夕陽 選不同的路 下班走路回去 下了捷運 或者是特別提早一兩站捷運 選不同的路走回去 在走回去的這段路上 我就調整我的心 調整我的想法 有時候我一邊走路邊唱歌邊想事情邊祷告 可以調整我的心 然後回到家裡去面對家裡的人事物 這個都可以提供你參考的 當然如果你的小孩子很小 你還要去接他的時候 你要算好你的時間 每一天的日子都是上帝賜給我們的 當你每天睜開眼睛的時候 你要學會感恩今天我還活著 感恩又是新的一天 新的一天開始就有新的盼望 我非常喜歡圣經中有一句話 今天在節目跟大家分享 就是奉主的耶穌的名祝福你們 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你每天有多少的事情要做 上帝又會給你多少的力量 你不用擔心 你就私自禱告交托給上帝 上帝會從上面賜給你力量 賜給你智慧快樂的迎接 每一天都是新的 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 祝福大家 我們今天就在這邊跟大家說再見了 拜拜 拜拜 拜託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be And grace might be relieved How precious is the grace of India I first believed When we've been there Ten thousand years Right shining at the sun We've no last time To see God's face And when we first be gone And when we first be gone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Praise and prais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race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 found What's mine But now I see And I say hallelujah And you say hallelujah But now I describe ちょっと It's the end It's the end